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评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呀 凡凡成天注意一些恶评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 还真不是 我一般都是有感而发 觉得比较适合谈 我才拿出来放到我的视频当中 我真的不是玻璃心 我再说一遍 上期聊天视频不是聊失眠吗 然后我当时就说去年这个时候 就是特别痛苦在严重失眠 还拍了vlog来记录 整个我这个对抗失眠的过程 然后当时大部分的朋友 这个留言都特别鼓励 特别温暖 但有一条脱颖而出 给我印象贼神 然后他说 你才严重失眠一个月呀 我都失眠 中度失眠四年了 加上抑郁 我去了多少家医院 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药 然后我还给了一些药名 我没看懂 然后说你这算个啥呀 那个时期真的是对我来说很黑暗的 我非常痛苦 非常难受 很焦虑 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这样一条留言 不好意思 我当时真的第一反应是 What the fuck 对我承认你是比我惨 然后你的症状比我严重 不能因为你比我惨 就说明我就是一个弱鸡在无病呻吟 然后我就不配得到鼓励和同情了吗 你知道这个就好比说是 有一个人他查出肺部有一个结结 然后他比较担心 他跟另外一个人说 结果那人说 你这才算哪到哪啊 老子都什么什么挨晚期了 然后你这算个屁呀 其实这种话吧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 他让我想起了以前听过很多类似的话 我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你跟一个亲戚在说 哎呀 最近这个工作比较辛苦 然后比较累 然后这个亲戚说 哎呀 就做这个工作你就嫌累了 你大伯我当年上山下乡 风吹日晒 吃糠咽菜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累了吗 你这才哪到哪 再比方说 你最近失恋了 然后很痛苦 跟另外一个朋友说 然后这个朋友说 你不就吃个恋吗 我当年被男朋友PUA 劈腿骗钱 我哭了吗 我阴谋了吗 然后我说到这儿 我相信呢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 凡凡就是你太脆弱玻璃心 他们说这样的话 是在变相激励你 他们是为了你好 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 对不起哈 我要代表就是跟我同一立场的朋友说 我们拒绝恶性鼻惨 我的理由非常简单 但很充分 就是我们来看这些话 你乍一看好像是在说你 你这个没什么 你这算 你这才哪到哪 但其实这些话的中心词都是我 以我为中心出发点的 我当年有多痛苦 我有多惨 我有多倒霉 所以说说这样话的人 他其实没有什么同理心和同情心 他们只关注他们自己的感受 他们通过就是来鄙视你的弱 来衬托他们自己 至于你有多痛苦 你有多需要安慰 对他们来说不值得一提 那说这些话的人 他们的情感需求 其实都是向内的 也就是说 我的情绪你们要看到 我的痛苦你们要知道 但是 他们不懂也不会 在第一时间去照顾到 他周围人的情感需求 比方说刚才一开始 我提到就是说 我失眠的那个条留言 如果这样去说呢 反反我作为一个 四年中度失眠 加上抑郁症患者 我看了很多很多医生 去了很多家医院 我在吃很多药 目前我在积极配合治疗 现在正在慢慢好转当中 我都可以走出来 相信我 你也可以 如果当时这个人 这样去给我留言的话 我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先去弄一下